當年我自己師傅入行時 工資好像六七十元 到現在入行的同學 他會有一千元起床 當他累積了經驗 有一定的資歷時 他有機會可以拿到現在的大公價 去到二千五百二十元 你不熟悉這個行業的人 你會有些誤解的 對這行業的人工有差不多 就行去做就可以了 但其實不是的 心態很重要 守時、責任心、堅持 這幾件事做這行業可以磨練出來 因為很多時候我會面對很多不同的環境 熱天是最難過的 是比較吃力的 我經常比喻我們這行業 有點像一種運動員的生涯 你年輕入行好像踢足球那樣 18歲跟你30歲的體格也未必是一樣 早入行的話 年輕入行的話 會磨練到很多你的經驗出來 除了建樓之外 其實很多都需要港銀碼紮貼 例如有些隧道 有些天橋 擋土場 渠 這些我們都是屬於港銀碼紮貼 一定要有的 所以紮貼這方面需要很多人手 如果要行業不停進步的話 我想要多些年輕人入行才能提升 一畢業每個身體都是一樣的 去到師傅叫你搬就搬 慢慢你做事開始上手 學多些東西 可能看的東西都會多了 三四年的時間 差不多可以做到一個師傅 基本的工序都懂了 可以帶著剛剛入行的私底做 人工就入行一千元 如果我們這些短期班出去 普遍工價都是一千元 做到今天都收大工價 是否覺得現在地圖環境是好過時間 好很多 如果你說以前聽他們說 甚麼裝備都沒有 現在你脫衣都不給 怕你會曬傷 炸鐵有很多鐵頭那些 剪完之後會很理會 都怕你刮傷 不會讓你脫衣做事 最重要是肯學肯做 不要介意哪些東西比較難做 哪些東西比較容易做 我試過那時仍然是東涌 又是海旁的地盤 接近十二月份 很冷 冷到口唇都滋了 會頂不上的 夏天熱到多熱都好 人不中暑 沒甚麼 喝水休息一休息就繼續 但冬天真的頂不上 如果下雨 地盤都停工了 下雨那麼大 辛苦就一定辛苦 師傅所說 對,真的要和練意志力 學會堅持 這件事